尖尼石头点燃爆竹就往屋内砸 群众难掩 心中怒火 至于是美国驻黎巴嫩被掳测使馆 以巴冲突后各国选边站 不满美国表态支持以色列 黎巴嫩民众在街头示威 当场被维安部队用催泪瓦斯和喷射水珠驱离 巴勒斯坦支持者分散世界各地 在纽约帝国大厦民众口中大喊停止种族灭绝 美国与以色列驻土耳其大使馆外 聚集群众举起火把抗议 约旦则超过百人街头示威 而在希腊两派人马走上雅典街头游行 另外在法国近期则连续收到多起的炸弹威胁 至少七座机场紧急关闭 同样受到炸弹威胁 法国知名景点凡尔赛工也被波及 在五天之内三毒闭馆 大批警力守在门口不敢轻举梦动 以把冲突延收一举一动 连带影响全球各地 TVS新闻综合报导